女士们,先生们,抱歉,刚才我的这个视频关掉了,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那么今次的网络演唱会是由雅培赞助的,非常感谢雅培的慷慨资源,那么今天我的网络演唱会的话题是特别的患者群体和最适合的治疗方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有两个这个讲者今天,一个是来自比萨大学临床医实验医学系妇可参科主任,那么Thomas Ezzer Simochini教授,我想先邀请Simochini教授,之后呢,邀请Natalie教授, Thomas Ezzer Simochini教授呢,他是比萨大学临床实验医学妇产科主任,也是欧洲更年期和男性更年期学会的前任主席, 那么他也是过去欧洲更年期和男性更年期学会的前任主席,他也是欧洲更年期学会的前任主席,他也是过去的这个更年期国际协会主席的会员, 他也是被选为WG更年期学会的一员,那么现在呢,我把话筒交给您,Professor Tomasino教授, 那么稍后呢,我来介绍Natalie教授,在我们听完Tomasino教授讲解之后,那么我们也邀请您在谈话框里发出您的问题, 我们在之后呢,会有一点时间来进行问答环节,希望你们热烈挺问。 非常感谢Andre教授的慷慨的介绍,谢谢Natalie和我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个研讨会,现在我来开始。 我来先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这些出血的女性患者当中哪些是一些特别的患者群体, 这些是在过去没有得到这个及时的研究的一些话题。 那么,月经出血的异常的影响,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健康问题。 它对世界的总体健康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一个健康问题, 可能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 大概有30%的女性, 也就是说,在这个生育期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都经历过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一半的人都没有去寻求医疗的救助。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有大量的人群需要医学救助和需要专家的咨询,需要专家的救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和话题。 这是一些数据呢,我们来自世界各界搜集的一些数据, 来各个国家的出血异常的分布。 我们有不同的研究显示在这个墨西哥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 那么有5%的女性有 有出血异常,而在沙特呢,有65%的女性都有严重的严重出血, 月经出血的情况。 那么 像巴西是有35%,在俄罗斯呢,有32%的女性有严重出血的情况, 月经出血, 或者是出血异常,月经出血异常。 这是在世界的分布的范围。 那更有兴趣的是呢,在我们看这些国家的不同的这个体系之间的指南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学协会的一些这个指南和它治疗的方案, 在不同的领域,用药物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有药物在各国医疗体系当中的获得性的差异, 各国的情况呢,是治疗有不相同的情况。 比如说月经出血失调,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 比这个事实上,比糖尿病,比这个心脏病,比一些心血管疾病更加的重要。 但是根据药物的这个可获得性在不同的国家的情况呢, 是治疗有所不同的。 那么,我来冒昧地介绍一下关于什么是异常子宫出血这样一个定义。 会跟观众介绍一下,我们都是在看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他们对我是什么样的症状。 那么,月经失调呢,包括这个频率失调, 这个没有规律性,失血异常, 可以是急性的,也可以是慢性的。 但是,慢性的都是我们经常会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慢性的可能会长期来说演变成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有月经过少,月经过多, 或者功能性子宫失调出血,这个必经这些。 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不规则性呢, 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个探讨。 那么,根据不同的医生学会呢, 他们也这个研发了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这个异常子宫出血, 异常的规范体系。 比如说根据它的频率,根据时长, 根据它是否规律,以及出血量的多少, 来分别成缺失啊,不频繁或者频繁, 以及时长方面过长了,或者是不规则, 比如说过少或者过多。 那么,很多的学术用语呢, 应该,都应该进行这个详细的分析。 在他们收到这个荷尔蒙治疗的时候, 可能会出血月经过多。 这是预计到的,或者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月经缺失, 毕经,如果是, 那么如果是在月经以外的,月经周期以外的时间出血, 那就是这个预期以外的出血,月经出血。 那么,我们会用不同的这个分类体系来规范 异常子宫出血的这个分类。 这样来分别分类出不同种类, 或者是不同功能的,不同这个原因的子宫内膜出血, 或者导致它的这个致病因素已经。 比如说它是否有这个肌瘤啊, 膝肉啊,子宫内膜异味和恶性肿瘤等等。 那么,或者说是根据它的这些其他疾病导致的, 比如说你是凝血病啊, 抬卵失调,或者是子宫内膜病变病, 或者是医院性的,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是, 这个以食用药物导致起来的。 那么,还有,那么我们, 我们对这个子宫, 这个抬卵功能异常的这个子宫异常出血, 也特别的重视。 因为它是在一种非正常的一种子宫出血模式, 因为这是在这个月经周期间呢, 荷尔蒙的分泌失调, 比如说这个卵子的这个生成性异常, 这是一个主要的导致月经出血异常的一个原因, 或多或少, 要么是多,要么是少。 那么AUBO呢, 就是排卵功能异常性子宫出血呢, 包括呢, 包括这个就是, 这些链上的各种因素的异常, 导致出血异常, 比如说, 无排卵呢, 无黄体酮, 那或者说不稳定, 比如说这个黄体酮的这个异常或者不稳定, 那AUBO呢, 就是排卵功能异常性子宫出血呢, 这个我就不讨论这里面关于这个, 吸肉或者肿瘤这一分类的, 我们总会是用一种排除性的诊断来诊断AUBO, 你要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癌症, 那么我们还明白呢, 有些女性的月经期呢, 在这个生育年纪, 在青春期呢, 这是非常平常的, 比如说下丘脑垂体卵巢, 什么发育不成熟呢, 导致生理性无排卵,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而其他情况呢, 比如说, 没有排卵, 这个要和其他的这个异常出血分类, 才区分开来, 因为它这是这个荷尔蒙的, 到底是荷尔蒙的失调呢, 还是这无排卵的市场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出血呢, 我们要分离开, 它的机制呢, 我们需要来进行这个规范化, 我们需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月经失调, 只有了很好的区分和了解病因呢, 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进行治疗, 纳塔利亚呢, 会更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 就是如何治疗这个AOBO, 但是我给你一些一些常识的这个原则性的治疗方案, 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这个方案, 从不同的方案之间进行选择, 在对一些有生育年龄期间的女性如何进行选择, 又想怀孕意愿的女性如何进行选择药物, 选择哪种药物治疗,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药的安全性, 比如说盘兰功能异常的治疗呢, 要写用这个黄体酮, 如果是不治疗的话, 盘兰功能异常不治疗可能会导致这个, 子宫内膜而变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安全性, 我们如何去管理治疗药物, 管理治疗初血, 初血不只是一个女性的唯一的问题, 我们还要砍了一下这个盘兰功能异常, 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这个磁激素比较高的水平, PCOS的异常,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选药, 治疗呢, 可能同于更从广泛的角度来选择, 那当然会有很多的治疗方案, 大家需要明白哪些选择更适合患者, 以及如何选择, 那么我相信的, 在座的各位倾听的这个同僚呢, 你们每天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呢, 但是你考虑到, 你看这些指南的时候呢, 各个医疗各个国家的协会指南的时候呢, 事实上在, 什么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是没有共识的, 哪一种是, 比如说磁激素单一, 还是联合治疗使用, 哪一种是最好的, 是有没有哪一个最好的, 我们是没有共识的, 剁酒合适啊, 哪些分子是更好的那种分子组合呢, 我们这些都还没有达成共识, 比如说是选择这个磁激素治疗, 还是选择孕激素治疗, 或者是联合治疗更加合适呢, 我们这些是没有指南的, 有些国家事实上你是没得选的, 有些其他国家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以及多久你要治疗这个, 这个要取决于患者的年龄, 以及他们是有生育意愿, 以及是否需要进行优化序列治疗, 如果这个激素治疗无效, 是不是我们要换成另外一种药物治疗, 没有人说哪些是最好的治疗序列, 这个也是很有兴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指导指南, 统一的指导指南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 在我们临床医生经常去看到这些指南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最近呢, 也就是去年FIGO呢, 根据这个盘染功能障碍分类系统呢, 它对这个盘染功能障碍分类系统进行了这个细分, 它分类了这个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你多久多平凡, 出血多少流血多久, 以及是否是有不孕不育, 那么排了功能障碍分类系统的主要的原因呢, 主要是我们经常在大学里讲到的一个系列的分类, 那么我们会讨论到这个月经周期, 我们会来给学生解释哪些是主要的问题, 哪些是致病因素, 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排卵功能异常, 你是不是有PCOSS的异常啊, 来分类成不同类型的这个子宫出血异常, 这有两个非常好的这个分类系统, 一个是FIGO系统, 它对排卵功能异常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致病因素进行分类, 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最适当的这个分类策略, 它可以指导用药, 因为它你根据原因来分类之后来用, 根据病因来进行治疗, 这也对治疗的这个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那么还要涉及到各个国家这个药物的可获得性, 我们之前刚才提告了很多女性患者, 对这个子宫异常出血有一个错误的意识, 错误的观点,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从临床实践,从临床工作呢,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这个疾病的认知, 是非常的参差不齐的, 有些患者, 他们, 有些患者来说, 两天,提前两天来月经, 这个就不认为是月经异常, 他们描述为月经异常, 他们在意大利就有患者这样告诉我, 我的月经提前两天, 我导致月经异常了, 我跟他解释, 这个每28天来一次, 到35天来一次, 28天我就来一次, 这个是不是问题呢, 还有患者跟我说, 他有非常严重的出血, 这个月经大量的出血, 一天用10到15个棉垫, 他们都不认为是一个问题, 他说, 我只不过是我的月经量大了一些, 他们把这个严重的大量的出血呢, 认为是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临床中的女性对月经失调的观点, 可以是有很大的千差万别的一个认知的, 就算他们意识到自己出血, 月经不正常, 很少有人去寻求医生的救助,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他们害怕接受荷尔蒙治疗, 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他们这些是一些错误的观点, 对治疗, 对寄宿治疗, 月经不调有一种错误的意识, 错误的观点, 他们害怕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在治疗之后, 那么还有一些在这个违绝境期的患者, 认为他们治疗之后, 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癌症机会增加, 不是每个国家的女性患者, 都有这个严重月经不调, 去寻求医生救助的这样的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呢, 不同, 那么我们也了解, 有时候是比较容易, 有些女性她不想怀孕, 她就是月经量大, 有月经疼痛, 月经痛, 或者说是月经来之前疼痛, 这种患者就比较异常, 她就想吃连质疼药, 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意愿和症状来调整用药治疗方案, 但是还有不同的群体的患者, 这些患者, 例如说, 我给你一个几个例子, 就是青年人, 青春期, 他们的这个PCOC系统的, 就是丘脑下吹体卵巢系统的轴, 还不发育完全, 他们正在经历青春期, 在他们寻求药物治疗的时候呢, 比如说那些使用这个黄腿疼, 但是还有一些女性, 她们若是希望怀孕医院的, 就更加艰难, 选择药物就更加艰难了, 你可以有些药物, 比如说这个雌激素, 这些药物, 有些药物可能会避免, 或者影响他们的怀孕的几率, 那么在这个违绝经期前期呢, 这些女性患者治疗也有一些这个担心, 所以年轻的患者呢, 有些人最多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遇到过的, 就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经历过同样的, 就是在几个月经周期之后呢, 她们就出现了无盘卵的这个胸出血, 非常的这个量大, 这些很难去解决, 不是因为, 不仅仅是因为, 她们这些药物没有效, 像年纪稍大一点的女性患者更加有效, 或者用这个黄体痛更加有效, 这是因为呢, 我们有依据显示, 这些年轻人当中呢, 他们可能会导致一些副作用, 最常见的副作用, 比如说这个运气激素呢, 它可以会抑制你的这个黄体生长, 然后可能会导致病菌, 甚至会影响这个年轻的女性的骨骼的生长, 会导致一些患者出现一些顾虑, 那么, 那么, 有些这个避孕药呢, 需要小心仔细地进行应用, 这些避孕药呢, 她们没有雌激素, 这些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这个选择, 就是说那些对于雌激素是有禁忌症的女性, 这些选择药物用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要再进行用药和这个副作用之间进行选择, 要平衡其的风险, 我比如说有些女性, 她是不适合用死激素来进行治疗, 死激素禁忌症的患者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激素替代疗法, 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要平衡益处和风险之间的一个权衡, 比如说这个肝功能和它的这个胆骨唇呢, 高血压呀, 这些, 比如说这个血栓的风险, 这些我们都要考虑, 要保护这些, 既要保护严重的这个大量的出血, 又要考虑这些因素, 你要去选择一个最佳的联合治疗方案, 这是我们需要给患者真正进行咨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这个治疗原则, 如果他们有这些情况的话, 是不是用口服的这个联合运气素, 这个避孕药呢, 还是使用不同的黄体酮, 或者单独使用黄体酮, 或者使用这个这个运气素, 那么你有没有指导的量呢, 那么我这里是没有指导的, 只有一些这个指导, 或者说是指针, 告诉你哪些用药, 哪些这个避孕药, 哪些这个孕激素需要量方面, 更加仔细,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指导, 来指导我们用药, 如何用药, 这是目前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了, 那么, 那么女性, 就那些用雌激素, 可能会真的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这些人们, 它们可能会导致这个癌症, 甚至深不静脉血栓, 比如说我们给是使用, 在这个更年期前使用这个Badoption, 来控制出血, 这些女性的, 她们可能会出血更多, 这个我们需要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那些企图怀孕的女性呢, 我们如何来解决, 这样比起女性的这个问题呢, 什么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你是使用孕激素呢, 还是使用这个地区孕童呢, 哪些才是最好的孕激素, 哪些什么时候你需要停止来使你怀孕, 停止什么时候停止治疗, 然后能够允许你怀孕, 等等。 还有就是这个违绝境期的一些女性, 这些女性呢, 她们不仅是这个磁激素水平, 就想, 她们通常会有月经周期不规则的情况, 在这些女性呢, 年纪比较大, 有可能会出现DVT情况, 如果是她们有这个高血压, 高血脂, 如果用孕激素长水平, 可能会导致她们一过性这个老中风的情况, 这些都有风险, 我们需要仔细的考虑,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我们有以前的这个口腹病药, 有这个荷尔蒙替代剂治疗, 还有这个磁激素治疗, 以及这个左确运动筒的宫内节育器的治疗等等, 但是都是没有指南哪些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所以作为一个结论呢, 我想跟你说, 就是说排卵招待性是女性生育年龄, 导致子宫出血的常见的原因呢, 但是真正的指南呢, 缺乏清晰的治疗建议, 目前的指南没有解决特定患者群体临床特定的挑战, 那么我也希望呢, 更多的教授或者是, 比如教理教授教授, 我们的这个协会, 我们的这个团体来达成一个众词, 来开始达成一个共识, 来成立一个简化的, 有决定的点分级可能, 就分级的可能帮助临床患者指导的一个指导方向, 指导这个指南, 这些特定的患者群体刚才我提到的, 尤其是需要这些这样一个简化的, 有决策性的一种指南, 这将会对我们的这个同事和各位同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也需要在不同的国家, 能够有都可以用到的, 使用的这种指南, 根据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环境, 女性如何去看待月经, 不管是哪些国家哪个文化, 这样的一种指南, 都能够使用于各个国家的这个诞生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女性的观点也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僚们, 同事们能够齐心协力, 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决策, 达成这样一个指南,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也发现感谢Pieterchenko,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您的高见, 感谢Tomaso教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给我们介绍了目前临床的治疗的现状, 以及一些需要改进和需要更加重点努力的方向, 以及表达了患者的需求, 那现在我们邀请Natalia Pieterchenko医生呢, 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她是乌克兰苏皮克国立卫生保健大学, 妇产科、微产科的这个主任, 她也是乌克兰妇科内分泌学科的, 学会的执行秘书, 这也是由乌克兰卫生部通过的一个协会,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她也是乌克兰内分泌和复科协会的这个会员, 非常感谢Natalia Pieterchenko教授, 您可以开始讲了, 感谢Natalia Pieterchenko教授的慷慨的介绍, 也感谢ISG协会对我的邀请, 和我来,让我来今天能够有幸和你们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感想, 我也很感恩比萨大学安德里教授和整个学会的善举, 我们会努力找出这样一个共识, 找出一个这样的指南, 我们能够试试, 可以经常的讨论, 稍后可能会发表一些文章, 最终可能会达成一些这个共识吧, 那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有一点呢, 非常重要就是要理解, 尽管就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医神呢, 我们的医疗之父西伯克拉底呢, 他在他的文集里面已经提到, 他说, 他说, 妇科疾病的四大决定因素是以下几个方面, 大家都需要理解这一个文章, 这不是一个新的, 不是一个新的学识, 也不是一个新的,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常识了, 就是说月经失调呢, 是一种, 是一种治病因素, 它非常重要, 需要进行治疗, 要预防呢, 更加严重的疾病呢, 我们必须要治疗这个月经治调, 因为怀孕后呢, 有可能会得到治愈, 它可能会带来疼痛, 这是我们很多患者都抱怨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不治疗呢, 有可能会导致不孕, 就是说月经失调, 如果不治疗, 可能会导致不孕, 难道这不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现状吗, 而在公元前三世纪, 我们的医学知识已经提出来了, 那先来谈论一下, 就是它的流行病学, 一些数据和统计, 这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统计数据啊,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统计数据, 那根本现在我们没有,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发生战争, 所以这些数据是我们之前的数据, 我们在2013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1000名生率年龄的女性当中呢, 基本上, 基本上有30%的女性, 在15到17岁之间的女孩子呢, 第一次被诊断为月经失调, 所以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还不断增加, 这个从2008年到2013年之间, 我们看到月经失调的这个诊断的比率是在不断地攀升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从这个指南中, 2018年看到, 如果是这个, 1%到2的女性, 如果, 就4.5%的女性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 有可能发展成为癌症, 子宫内膜癌症, 子宫内膜出血, 异常的子宫出血呢, 影响女性的健康, 生活的质量, 它也给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那之后呢, 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下, 关于我们乌克兰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的一些规则框架, 我们有一个一致的临床指南对于治疗异常子宫出血呢, 这是在2016年4月23号得到乌克兰卫生部第353号文件通过的, 就是允许充分的检测并且治疗子宫出血异常, 这也满足了当前的这个国际标准, 首先就是国际妇产科协会的国际指南, 在之后呢, 我们有一些, 我们也发布了一个这个协议, 这一指南呢, 它清楚地提出了一个在我们国家对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的一个指导方针,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指导呢, 说我们必须要向患者询问, 记录病史, 那么你在晚上是否有这个经常醒来要换这个棉片的情况, 是否 这些问题呢, 如果是有一个是回答是是的, 都被诊断为是子宫异常出血, 比如说分泌物中有是不是大量血块啊, 是否影响你的工作日常啊, 是否有虚弱短期疲倦或诊断为贫血的, 比如说大的血块等等, 以及感觉虚弱啊, 短期啊, 疲倦啊, 或者被诊断为贫血, 这些症状被问到时, 如果回答有一个, 就要被认为是异常的子宫出血, 正是乌克兰卫生部发布的一个奇运九号指令, 这也是一致的一级和二级临床治疗方案的一个贯彻吧,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是由我们的临床医生一致达成的一个共识, 因此呢, 比如说出血, 那么子宫出血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 它可以导致患者的贫血, 确体性贫血,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有50%的女性, 她们都需要这个住院治疗, 导致, 因为他们是导致了这种焦虑, 抑郁, 这些抑郁呢, 都是由这个确体性贫血造成, 因为只有健康的女性, 才能会保持正常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们治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策略, 那么策略就是说, 因人而异的治疗呢, 经期失调是成功的关键, 那么因人而异是指不同的方法来选择治疗, 计划和理念, 考虑个人的年龄啊, 健康状况, 精神状况, 以及患者的需求和其他的, 这个会影响健康的, 康复的一些因素, 那么, 那么所以, 现代的医学需要因人而异的治疗, 越境周期失调, 这是西文奇尼教授, 今年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排卵功能异常导致的子宫异常出血呢, 主要未满足的需求有以下几些方面, 我们把它分成了几类, 比如说考虑到患者的这个安全性, 我们需要分类不同的这个患者群体, 刚才这个文明德教授已经提到, 以及 比如说是否需要虚冠治疗, 这个计划方案也需要有一个指南, 根据不同的这个患者的不同的需要, 是否需要进行虚冠治疗, 以及不同形式的出血, 需要不同方法, 不同的治疗,药物的治疗, 那么统一的指南呢, 不能够,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在各国的国家常见疾病中的临床指南, 在2018年的这个指南当中呢, 那么在2021年的这个指南当中, 事实上是得到了一些改进, 对于治疗月经粗血过多这个治疗指南中指出的, 在这个荷尔蒙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口服黄体同一种, 黄体同使用一种这个周期性的治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南, 重要的一步迈出的, 我们当然要考虑我们的患者, 我们要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临床指南来进行这个联合考虑, 你要选择哪一种治疗, 考虑到这个黄体同的治疗呢, 那么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地运酮, 地区运酮, 地区运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分子结构, 首先呢, 它没有雌激素作用, 它也没有雌激素作用, 它没有这个雌激素效应, 也没有雌激素效应, 它不会阻止盘卵, 也没有糖皮质激素作用, 它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群体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治疗药物, 那么地区运酮呢, 保留雌激素对蛋白质和蛋白质组这个分解代谢的一个积极作用, 不会增加雌激素的缺乏的情况, 那么这对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是非常好, 它可以保持雌激素一些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良好的情绪, 性欲, 激张力和骨量等等, 那么它地区运酮呢, 也于这个非血栓行程风险, 它不是经济症, 不影响血小板的聚集, 它也不是糖尿病的这个经济症, 它不会与这个糖尿病的药物去这个抗阻, 阻抗阻员不会减少糖耐受, 也不会减少糖尿病药物的这个药效, 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也不会影响其他药物的代谢, 它也可以和这个其他药物一起使用, 而且可以用于光米镜的患者, 它也可以继续运酮的, 不是偏头痛和癫症患者的经济症, 所以可以用于偏头痛和这个癫症患者的使用。 那么还有呢, 我也很高兴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开会的10月份开的一个会, 2023年10月的时候, 我们开的一个这个第二次子宫异常出血的论坛大会, 我们有12位领先的副科内分泌专家出席了这次大会, 在这个大会章呢, 我们目前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数据, 未考虑的数据, 那个都包括进来, 去到国家建议和关键研究研究当中, 把它包括进来, 并且开发一套治疗异常子宫初血的一个算法, 希望能够治疗一套算法出来, 使用一种这个个体化的, 因人而异的这种治疗方案, 对每一个不同的患者提供不同的这种治疗方案, 那么我们也发布了一项决议, 这一决议呢, 将详细的反映乌克兰专家对子宫异常出血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情况, 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有一些成熟的分类方法, 在分类之前呢,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西蒙奇尼教授刚才已经提到了, 我们需要进行特定的分类, 适当的分类, 我们使用Figo的这个分类方法, 和Pumpcoin的分类方法, 如果是这个致病性因素, 如果是致病性因素呢, 我们去这个Portico里去找致病因素, 如果是2022年的这个Figo呢, 分类标准, 比如说Hypo和GameFitPi这种分类方法, 来考虑它每一种这种致病因素来进行分类, 我们尝试来进行对患者分类, 来根据年龄来分类, 如果首先呢, 有一点非常重要呢, 就是要考虑要了解是不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非兹体力抗炎药对于青春期的患者, 如果不成功的话呢, 我们可以换成这个荷尔蒙治疗, 激素治疗, 比如说, 那么第一个问题, 如果女孩子需要, 是否需要这个抗病因药, 如果是是的话呢, 那一线的治疗呢, 就是这个物酸磁二醇低诺育酮的治疗, 这是我们国家的指南, 配合口服抗病因药, 因为呢, 它不仅仅是这个无排卵性的这个子宫出血, 或者排卵异常的子宫出血, 它还会影响这个骨骼的密度, 那么如果是医疗使用的, 我们要考虑它与其他药物的一些这个是否有解抗作用, 我们就是要完全使这些药物要合理化, 这个法律化, 二线治疗呢, 可以是, 如果你需要避孕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左区诺孕童的宫内节育器, 这是13.5, 这是无标签治疗的, 我们也知道它会是可以治疗异常出血, 如果女孩子是处女, 不需要这个节育器, 你可以使用周期性的孕激素来治疗, 根据我们已经谈到的这个信息呢, 并使来周期性的技巧进行孕激素治疗, 不能超过三个周期, 最多只用, 不能少于三个周期, 不能超过六个周期, 就算它治疗之后呢, 停止之后呢, 它的效果应该是很好, 它应该很好的治疗这个盘卵异常性的这个子宫出血, 如果是在生育期的女性呢, 他们是有这个生育计划的, 我们必须要问一下, 结局这个问题, 如果患者需要避孕, 他也可以给他使用这个物酸词二层的低脑孕酮, 二线的可能会使用其他的这个口服避孕药治疗, 那么这些都是非标签以外的治疗, 也可以使用孕激素治疗, 一线可以使用索圈诺云酮的这个宫内节育器, 52毫克, 二线呢, 可以, 他也需要这个拼孕药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纯的孕激素治疗, 如果患者需要, 是希望怀孕的, 那么我们就会给他考虑其他的药物, 比如说他在服用其他的COC的话, 他们希望怀孕的话呢, 换成其他的药物, 要包含这种孕激素的治疗, 从月经周期的25天开始, 这不影响可以轻松的怀孕, 不影响你的怀孕机会, 同时能够保留你的这个治疗, 那么还有一些群体呢, 他们是不需要荷尔蒙治疗, 如果这个孕激素是禁忌症呢, 如果雌激素是孕激症呢, 那么使用的, 那我们也要分成是荷尔蒙治疗和非荷尔蒙治疗两种, 如果是患者希望怀孕的话, 那么如果患者是不需要怀孕, 如果是这个雌激素禁忌症呢, 我们给它换成孕激素治疗, 只用孕激素治疗, 当然也是去除标签的这种使用, 那再来谈论一下绝经期治疗, 如果是这个, 比如说43岁到45岁之间, 有些女性呢, 已经有这个外孙或者是孙女, 他们已经不再希望怀孕的话, 有些不想再怀孕了, 那么这个43岁到45岁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年, 因为有的人是还想怀孕, 有的人已经不想怀孕了, 如果需要避孕呢, 它是, 它也可以使用, 这个, 那么左缺诺韵酮的这个功率节育器, 或者使用这个乌酸磁二层丁度韵酮来进行治疗, 如果患者确实需要避孕呢, 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绝经期, 如果她有这个, 这个, 有违绝经期和月经出现过多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她进行11到25天的这个地区韵酮的治疗, 如果有血管疏缩症状呢, 是可以使用这个韵金素, 磁激素低激量的磁激素, 或者说是使用绝经期激素治疗的方案, 来实现良好的治疗结果, 但也可以使用这个, 左缺诺韵酮的宫内节育器, 我们也可以既然添加这个孕激素的治疗, 如果这些药物都没有效, 或者说是耐受不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子宫异常出血, 那么我们在讨论今天的时候呢, 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 事实上, 性激素呢, 治疗的首次用途就是治疗月经出血异常, 这是1962年开始使用的, 之后呢, 成为了广泛使用的这种安全的荷尔蒙的避孕药物, 那现在呢, 再一次呢, 我们使用这些熟悉的激素药物治疗这个, 不只是用于避孕, 而且是用于治疗这个月经出血异常, 那么看起来历史呢, 正在循环往复的进行, 那么, 那么, 记得, 希伯克拉底的话, 疾病呢, 用于不只是影响这个疾病身体的局部, 它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平衡, 所以最好的医生呢, 是能够预防, 而且预测疾病的发生, 所以是我们这个医疗之父, 给我们的尊重的教育, 我们也希望能够记住这一点, 我们能够经过这么多年能够实现一个较好的医疗进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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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精彩的演讲, 现在来到问答环间, 罗马斯特教授, 欢迎您再回到线上来, 我们来开始讨论, 我们都聆听了你们两个精彩的演讲, 我们也讨论了哪些药物和哪些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哪些药物, 有些什么从你第一次这个出巢之后呢, 就可能会出现, 到甚至到你的月经绝经, 我们已经收到了几个问题, 我们也希望参与者能够积极的参加, 这是来自Russland Raff, 会不会选COC, 那么是不是COC里面这个词级, 开始回应, OK, 有几个比较好的研究, 已经正在做这个研究, 就是说口服必要呢, 这个确认 Walter Rolls 这一项研究特别有質疑颜意诀 realize この 제일重要的解决是 这一项研究 estos大语研究 就是学习薛 提醒了 这项研究之后 其实能资讨击低水瓶的量 , 就是什么大渦了 提醒了 达 processo的量 力量 丶 法 mentions 連合這個控服抗爭創素裹主的情況是高幾量 如果是高幾量如果是增高低量正確,如果減少了 如果減少了這個胃老素增長的這個因素 如果是難度上膨脹注大量的因素 他可能會發知包括股格的健康 如果是胃老素增長的因素 如果是胃老素增長的因素 可能會減少這個胃老素增長的因素 可能會減少這個酷酷的健康 但是这个运气素呢,可以减少。 所以这种类的这个胃道素增长因素, 那么此技术以及它的用药方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Gestogen和Progestine的关系,有少影响到肥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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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胃。 你认为慢性子宫内抗炎也会受到抗生素治疗吗? 很棒的问题,谢谢大家。 有非常有趣的研究评论,例如, 我们用抗生素治疗需要抗生素治疗疗吗? 我们发现抗生素治疗抗素的效果更有優势, 比抗生素更好. 我们也知道抗生素治疗有一个恶势的效果。 它可以很好的有很好的免疫系统的这个感受 可以 它也对这个子宫内膜的受体有更好的这个特异性因此的 因此呢,那毛季区运腾道可以对这个子宫内膜炎是有益处的 确实,Tomaso,you can hear me,but we don't we don't have connection from your microphone Then I will introduce another question from Mirella Maliki She's writing in English and we translate in English In adolescence with adverse urine bleeding and a very great anemia what should be the first treatment that you can believe you can use to try to block the hemorrhage? Yes, now we will continue Very funny thing, so I've been using my microphone for the presentation but then something went off, I don't know what So,okay,I'm available for questions Thank you Then,okay Do 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Yes,yes So now,yes,I'll try to take that which is a very difficult because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many ways one can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try and address this problem is to try and see If we can support the luteal phase with the progestin we can support the luteal phase with the progestin We can't interfere too much with the estrogen cancer Sometimes this is sufficient So if it's just having menstrual bleeding some irregularities in bleeding Just using the progestin We generally use the diadrigestrone But any progestin can be used or if the support of the luteal phase would be fine If it doesn't work, then things become we can And of course,sometimes using a hormonal contraceptive is supported in order to suppress completely ovulation I'd like to try I'd like to try to see We can use the combined monocle receptors to contain natural estrogen like Natalya Nathalya like Natalya Nathalya through the issue of ethylene estradiol that Natalya explained very well But again sometimes you need something that controls the cycle even more So I think it's a kind of step-up approach So However, I can also combine a strong progestin trying to control the bleeding with the dermal estrogen 或者加上这个,我们希望从这个很小的年纪就开始治疗,可以使用这个五、三、四、二酮来进行治疗。 那么地区运酮最好的剂量是什么,在治疗。 非常棒的问题,谢谢你,Khalib。 我会分享给你我们的经历,我们首先使用10毫克的一天给我们患者。 我们可以跟患者解释,她可能会有一些血块。 就是对于青春期的这个急功能症出血,我们用这个地区运酮的,她可以增加剂量,可以增加到20毫克治疗。 她可能需要几天,她可能需要几天。 她可能会增加自己的这个活力。 如果是,如果是体重超症啊,或者说一些肠胃的问题啊,肠胃疗疗啊,或者说肠胃疗疗啊。 我们可以,你要说20毫克开始。 通常的是10毫克开始,之后增加的20毫克,如果有出现血块的话。 她说这个肝脏损害对COC是不是急急症,她说不是。 可以使用这个联合口服抗病药,如果计算有肝问题也是不影响的。 这种肝疗病呢,不会对肝脏,口服的病药对肝脏不会有太大影响。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去计料这问题。 如果是女性需要口服的联合病药 如果是有肝胆疾病 我们也可以使用的 在这个青春期 对于这个月经期的大量出血 你的最初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来控制出血 对于这个青春期 在青春期的 首先要用补铁 是 是 在正确的药 在合适用 非典体类的抗炎药 如果是有血快的话 如果没有效能 或者说是效能不好 我们可以换成激素治疗 开始可以使用非激素治疗 比如说自体类 非自体类看的药 不42岁的余性的 如果是紧急去到急诊室 因为出血过多 我们会不会给这种患者使用地区运同呢 在慢性的治疗的过程中 急性治疗当中 可能 如果是急性的大量出血呢 这种出血的情况 需要紧急地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 来进行这个机械的方法 来进行这个 如果是20毫克的这个地区运同呢 或者更多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能够减少出血 这是用您慢性的 这个出血的 可能 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是紧急地大量出血 我们可能会需要 只能够再出血 当然你可以使用这个 几个月之后 可能使用这个地区运同 来预防大出血 但是急性出血的话 可能要守处治疗 Thank you Then Jose Jimenez For Professor Pedagchenko Pedagchenko 问你一个问题 It's better to use Stradio plus Natural Progesterone Vertus Stradio plus Didergesterone In Perimenopause or Postmenopause What should be the best treatment 这个围绝经期的患者 使用这个地区运同和运同 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 Whether you use Didergesterone 是否使用这个地区运同 或者说是微量的 防体同 来预防这个 防癌 或者说预防这个血酸 或者是脑粗中 这些都是比较安全的 它是小的分子调 是用其方便 你可以量乳都使用 当然了 那么明里的黄体同也是可以的 那么明里的黄体同也是可以的 它是有一些伤害的互作用 当然地区运同的这个分子图特性可能是更有优势的 陈玛紫尔教授 在微觉经期女性 出现了脂肪内膜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认为很有可能话说就是 我认为很有可能的发生就是 它有可能出血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脂肪内膜移位 因为脂肪内膜移位 如果脂肪内膜移位 这会是最大的一个导致出血的因素 所以即使脂肪内膜移位 就算是脂肪内膜移位 导致了这个大量的出血 那当然了我会使用任何的方法来先持血 可以使用先这个第一孕药治疗 如果她不喜欢怀孕的话 之后呢我希望 我也建议使用一些脂肪 可以使用凝血剂抗凝治疗 抗凝这个替代疗法 是这些抗凝替代疗法 是专门用来治疗这种情况的 如果急切的话 如果情况急切的话 那可能需要手术治疗的 手术这个建议 谢谢 我们应该先强调 这次适量可以使用 使用药治疗 可以使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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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先强调 这次适量可以使用药治疗 600毫克 每天一次 从青春期到生育年龄履线 都可以使用药治疗 Tommaso 有没有经历患者使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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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这个 可以使用药治疗 可以使用药治疗 但是不是你的经历患者使用药治疗 酸塞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使用卵床酸塞 这是在慢性的情况下使用 很多女性 需要在医院 有 我觉得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急功内胰镜 来 进行快速的一些治疗 更好的治疗 但是疼痛会更少 如果患者是 如果患者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患者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清除气的话 首先 用肺脂肌抗炎尿 之后呢 换成药尔蒙治疗 如果是有经济症的 如果是这个 低属性肌疗症的 比如说 是有这个 酸酸性的这个 心血管疾病 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 周期性的这个治疗 进行周期性治疗 如果是10毫克有效的话 那么你可以停留在 月经的第25天 如果没有效率 可以换成20毫克了 谢谢 这也不会抑制 你的这个 背景中心的治疗 这也不会抑制 你的这个 背景中心的治疗 这也不会抑制 背景中心的治疗 这也不会抑制 你的这个 背景中心的治疗 Wilson Granados Reyes 问 什么是最好的 治疗 那是42岁的女性 有 子宫内膜疾病 子宫内膜疑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 最好使用这个 孕激素单独使用 因为这是属于 孕激素的这个 适应周 我们现在有不同形式的 这个地区孕童 可以单一使用 可以使于此技术 联合使用 我会 首先 使用地区孕童 其他的 或者其他的这个 孕激素治疗 这些 这些治疗 子宫内膜疑 都有比较效 或者说呢 它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出血 以及控制这个 有些人 有些人担心 有些人 有些人担心 它的效果不够好 因此 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 普通的这个 黄体通质量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治疗 可能会抑制 抑制盘软 这些治疗 我们可以使用 对自己的抗炎药 后尔之后 荷尔蒙治疗 比如说 抗炎 是此技术医治疗 但是我们永远不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永远不可以使用 含有激素的激动治疗 如果是有深部静脉炎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治疗 那么如果是有深部静脉炎 应该避免全身势 避免全身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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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两个方法 若是有规律的处行 太多的这个阿托病人效应 我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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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假议反正治疗 因为我们知道 那我们认为 那我们认为 继续运动到 不是一类的 到最好的这个方法 这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这是我们最好的这种方法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围绝进去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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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疾病疾病 当时疾病疾病 等待组织学结果的时候,并且非激素治疗无效,而且该女性坚决反对手术治疗的时候,有什么策略呢?是左缺诺运动系统吗?这个是不是一个选择? 当然了,你已经给了一个选择了,当然是的,在我们的临床上,左缺诺运动了,进行这个组织学, 你要等待检查结果,有时候要等七到十天,在我们国家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决定哪一种药物去进行治疗,我们应该, 如果是这个组织学结果延长出来呢?如果是这个组织学结果还没有出来过延长了,这个组织学结果是很安全的,它也可以用于 使用于那些组织学结果,如果有高血压的女性都可以使用的,或者子宫内蒙,增生的女性都可以使用的。 使用于那些组织学结果,如果有高血压的女性都可以使用的,或者子宫内蒙,增生的女性都可以使用。 如果我能看到这个问题吗? 不,不,你会读到这个问题,然后你会写这个问题,然后你会写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问题是护化了这个缘炮的成熟,从而导致了这个股约缘的终断。 如果治疗这种情况很好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这是问我的问题还是问同胞小教师的问题呢? 如果想问,你可以回答一下,我可以回答一下。 我们可以猜测或者怀疑分子的反应或者化学反应, 但是有时候,我们对于无排卵性肿工出血,我们需要使用这种药物,这是临床上的需要。 这种治疗是有用的,尤其是来缓解疼痛,比如说周期很长,疼痛很严重。 那我为什么需要明白这个问题呢? 因为你要理解这个黄体和这个卵炮的这个机制,它的成熟机制和它的干预机制, 但患者已经有了这个卵炮的问题,卵炮成熟问题,没有肝卵的, 我们可能会使用一到两天,在迷性有更加拖延的这个月经周期月经量更大,更疼痛。 我们不会经常使用。 如果您需要使用的话,您可能使用一两天或短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卵炮是 concerning,一定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时候卵炮是经常有问题的问题,已是卵炮章的。 并不是卵炮章的,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不过签发炮难以强行的对自己的关键, 但是我们不就是虽然使用这个自己的领导技, 但是我们必须不需要用它们在中间单级的迷子, 尤其是在女人向生命迷积。 如果使用这些使用怀孕意图的女性,我们就不要用这种药物。 为什么不? 它不会影响这个月经的周期。 17岁的妻子丝丝丝丝丝丝丝,患者有慢性的哮喘。 在青春期有慢性哮喘。 慢性患者的患者是强谓的抑郁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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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这时候出现了这个吃气管的两种。 这时候出现了这个吃气管的两种。 或者说是其他的抗病药都可以使用。 或者说是其他的抗病药都可以使用。 更严重的这个吃气管的吃气管。 我想问一下。 你们来做一个短节的,简短的这个总结。 好,问一下。 哦,有声。 你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医疗人,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生。 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我的一个反思呢,就是说,我要忘了这个问题。 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了。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女性医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观众。 在我的心身处,有些患者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这样的问题。 有些患者,就因为文化的背景。 例如,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medical problem because it causes anemia, it causes chronic inflammation, so it decreases the quality of life. 所以,我的主要的理解呢,我们主要的反思,作为女性医生呢, 就是说,首先要积极地检查异常子宫内膜出血对我们的患者。 那当然之后呢,要遵循分类这个治疗选择。 但主要是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要记得这个问题。 首先要问,作为第一个问重要问题的人,检查问题治疗问题。 去跟他们描述一下,强调这个疾病的重要性和治疗的重要性。 去得到很好的改善。 只有很好的检查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很好的改善。 这是我的一个反思作为女性医生。 对于Tomaso教授,您怎么说呢? 对于Tomaso教授,您怎么说呢? 严重的出血,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我想为作为这个青春期的女性, 这些青春期的女性, 因为有时候,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 已经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 而且他们出血的这个量, 湿的湿血量也是非常让人心痛的。 你的测疗策略是什么? 不仅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同时呢,想要问一些医生, 当他们有一个年轻的患者, 从临床这个医疗的方面去介绍这个, 跟这个患者沟通是非常困难的。 你怎么看? 这是非常让人困扰的一个问题。 我们过去尝试了很多方法, 对于年轻群性并没有效果。 我们担心, 而且这个父母也会很担心。 这也是有时候, 是有一些家庭的状况, 家庭严重会带着更多的压力。 那同时, 而且这个青春期女性的这个大出血呢, 我们不应该忘记, 很年轻的女性开始出血很多, 严重出血的, 可能会是有一些这个出湿血, 这个就是凝血异常啊, 出血异常。 甚至会导致一些这个白血病的误诊。 所以, 我们需要排除各种各样的这个严重的疾病出现。 这种, 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个问题不会随着时间去移而消失。 就是要和患者家属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年轻的女性建立新人关系, 给她们带来希望, 就算治疗有时候并不是有效, 并不是短期内就是一下有效。 我们不需要非常大量的药物来急于的讨好他们, 或者急于的, 就是让短期内减效。 因为患者护血的情况很严重。 但是呢, 我们需要解释, 跟家属解释, 情形会慢慢的变起,变好起来。 如果不是经常严重疾病的话, 如果排除经常严重疾病的话, 那当然我们才有的策略就是, 我们会跟他们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会好起来的。 Natalia, Tomato, 非常感谢你们俩的精彩的演讲和贡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问题, 对于女性的生活质量, 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对于特殊的人群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啊。 那么, 朋友们, 下期呢, 我要求你们参加, 就是说这个绝境期后的女性,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评估和预防。 我们会邀请Peter和John Stevenson来参加这个话题的教授的讨论。 这会是在2723年12月5号。 173,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地参加。 那么, 感谢所有的, 大家参加, 也邀请大家参加2024年5月5月8号到11号之间, 在意大利博文化的一个复科内分泌学科的大会。 参加我们这个大会。 我们当时会有很多专家参加这个大会。 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倾听和参与, 以及你们提供的宝贵的问题。 我再次感谢亚培和康凯赞助, 也感谢Tomaso, 和我们在一起, 给我们做出非常精彩的演讲和讨论。 亲爱的朋友们, 也感谢你们的参与, 希望我们很快再次见面。 再见。